好 这几个案子里头呢 逆转的就是国务机要费 有没有算贪污 那么这一部分呢就是获判无罪 那么只有改一 伪造文书判刑十个月 那么对此呢 总统府是说 尊重司法不干预个案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则是呼吁 要尊重人权 这个国务机要费 陈前总统他获判无罪要什么 想看吧 马总统笑笑不多谈 前总统陈水辩国务机要费 跟一审贪污改判无罪 案情大逆转 府方老话一句尊重司法 不干涉个案低调带过 陈水辩先生国务机要被判无罪 有什么看法 附院高层不愿发表意见 只有怕别案后续政治效应 影响选情 绿营则呼吁司法单位尊重人权 持续的期待 就是说法院 还有我们的司法单位 都能够独立 而且能够公正 而且能够保护当事人的人权 让司法归司法 政治归政治 让历史归历史 曾对特别废案说出历史工业的苏贞昌 这回选择低调发言 倒是蓝绿立委 炮火猛烈 太可恶了 那已经不叫恐龙法官了 这种法官已经 他已经把灵魂 像福士德一样交换给魔鬼 我们希望蓝绿不要 只要判绿的无罪 他们就认为是恐龙法官 判蓝的无罪 他们就肩默不作声 就认为司法是丰正 别案大逆转 蓝的骂绿的挺 但判决结果 从法律 政治 扩散到选举 蓝绿双方小心评估 就怕持续延伤 伤了选情 三连选黄大方 学问好 台北报道